那经常看我频道的小伙伴应该知道 就是我平时在拍摄的时候 大家都会经常看到我用的是 罗德的Wireless Go 第二代的这个无线麦克风 在做我的节目 因为它比较方便 音质比较好 传输距离也比较长 那比如说我在室内拍摄 或者在室外拍摄 都是很方便的一个选择 怎么讲 其实算是一个比较懒的选择 为什么这么说呢 当然在户外你当然是选择 无线麦克风是比较好 那在室内的话 实际上最佳的选择 其实并不是无线麦克风 因为你会听到这种空间感 就是再好的无线麦克风 都无法避免掉会有一点这种空间感 那最好选择的是什么呢 其实是应该用电容麦 就是新型指向的这种形式的电容麦 你会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 那当然今天我就是想要为大家推荐一款 新型指向的这种电容麦 因为大家知道很多人 就是你看油管或者是beat up主 如果他们是在桌面的这样一个录影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 很多人放的是Blue Yeti这款 我之前也用那一款 但是我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是这一款 它是七宇这个厂商制作的麦克风 那么它的型号是SRAU01 那如果你到天猫或者淘宝你都能搜到它 我毫不夸张的说 这支电容麦是我除了Blue Yeti 迄今为止用到过的最好看 声音效果最好的一支电容麦 为什么这么说 那接下来的节目 我就为大家来具体的讲解一下 那首先它的外观上来讲的话 它是全清楚的一个材质 那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外观 包括它的整个设计都是非常非常有质感的 那首先在外观上来讲的话就非常的吸引我 那另外一点我们逃不开的话题就是它的音质 那买麦克风最主要的目的也就是音质 它的音质怎么样呢 大家现在听到的 我是用这个罗德的Wireless Go 2录制的效果 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讲的话 就是Wireless Go 罗德的Wireless Go 2的话 其实它的效果已经很不错了 但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在室内录制节目的话 其实无线麦克风并不是你一个最好的选择 你还是会有这种空间感的问题 那现在我们就换上七语的这支SRAU01这支麦克风 我们来录制接下来的节目 那现在大家听到的声音就是我使用的这款七语SRAU01这款电容麦克风 来为大家录制的节目的这样一个声音效果 是不是差别是非常大的 而且你会觉得我的声音很性感 其实这是电容麦的一个特点 它的实音效果是非常的纯净和干净 而且它可以避免掉所有的房间的这种空旷的这种环境音 这种有一点带回音的这种效果 那比如说现在你回到之前 像我用罗德VLS GO录出来的那个效果 对比一下的话就会非常的明显 那现在我们就换上七语的这支SRAU01这支麦克风 我们来录制接下来的节目 那现在大家听到的声音就是我使用的这款七语SRAU01这款电容麦克风 来为大家录制的节目的这样一个声音效果 那对于麦克风来讲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降噪的问题 那我之前就是接触过的很多朋友 他们对于麦克风不管是无线麦克风或者是新型的这种指向的电容麦 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会有这个电流声 就是你在录制的时候在放在耳机厅的时候会有电流的这个声音 但是对于七语的这款SRAU01来讲的话 它用的这个降噪的芯片是现在是最好的一块 那它很大程度的避免掉了这种事情的发生 所以你录出来声音是非常纯净和干净的 那另外对于采样率 它使用的是24比特192赫兹的这样一个采样率 这个采样率的话是对于专业录音棚的这样一个采样率 那你录出来的效果声音效果是不失真的 而且是录音棚级别的这样一个效果 那比如说喜欢在家唱KTV或者是你是卖货直播 或者是需要做一些这样的录音的这样一些朋友 对声音的效果比较有要求的朋友的话 你可以采用这款麦克风 那你录出来的效果就是现在你听到我说话的这个效果是非常的纯净 非常的有质感 那当然它的机身上面也是带有这个旋钮 你是可以去随时调节你的这个增益的 比如我现在是连接在相机上来使用的话 那你可以就是调高调低你可以看到你相机上的一个这个音量大小的这样一个区间 那你自己去做一个调整就好 另外要跟大家说的是这款麦克风 它不光是支持和相机的一个连接 那你要和手机和你的平板电脑和你的笔记本电脑连接都是可以的 但如果比如说你是要和iPhone的连接的话 你就需要买一个小转接头了 之前我有介绍麦克风的一些情况 那大家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我是怎么用这个电容麦去连接到相机上的 因为很多人比如说他在分开录音 录视频现在是这样一个状况 然后录音是分开录的 然后最后你在去剪接的时候 你是需要去把这个声音和这个视频要同步的 是很麻烦的一个方法 其实我这边会为大家推荐一个小方法 之前我有视频里面有说过 但大家好像对这个概念好像不是很理解 不是说概念 就是你对这个连接方法也不是很理解 其实最简单的 你的电容麦上面有一个监听的耳机孔 对吧 这个监听耳机孔的话 你现在能做的是买一根3.5毫米 转3.5毫米的连接线 对你没有听错 是3.5毫米转3.5毫米的插耳机的这种线 一端 因为比如说你在相机上连接的时候 你一般的麦克风你是插3.5毫米的音频线 对吧 这样是3.5转3.5的话 就是一端连接在你的监听的孔 一端连接在你的相机的麦克风口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做到一个同步的一个连接 就你录下来和声音是同时录制的 那这个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之前我提到3.5毫米转3.5毫米 大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 那其余这款SRU01这个麦克风 当你收到的时候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整个这个支架 它是包含在你的整个包装里面的 所以这些东西它都是配有的 那还有就是这个了 防破音的这个海绵罩 那也是包含在里面的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还有他们的这个logo 是做的真的是非常好看 我真的是很喜欢 那从现在开始的话 大家应该会在我的视频里面 经常会看到这款麦克风的出现了 它现在是我作为我的一个 在室内录制的一个主力设备来使用 那对于我的视频 看的比较多的朋友也知道 我是很喜欢唱歌的 那它因为它的采样率 所以你是完全可以把它用作你的录音 专业录音设备来使用的 比如说你爱唱歌 你爱录一些你自己的音频的话 你完全可以信任这款产品的一个声音效果的 好的 那今天节目就差不多是这么多 其实你也不用去了解 这么多专业的怎么采样率 这些东西其实都不重要 就是你现在听到的 我所给到你的现在的这样的声音效果 我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对吗 而且整个的声音效果 我是没有做任何的后期处理的 我也没有时间去做这个事情 那所以如果你是在室内录制 那我建议你还是去购买这支电容麦克风 你会得到这样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好吧 那么就下次见 拜拜